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他们的直系家属、广交所上市公司的董事等 但随着多个相关人士确诊 政府上个月12日开始取消绝大部分冠冕类别 只是剩下法类 包括跨境货车司机、航机机组人员等 也都要求航空公司监管机组人员在外地要闭环运作 但仍然陆续有货机机组人员抵抗之后确诊 国泰随后收紧指引 机组人员反抗之后头三天 每日只可以离开家里两个钟 进行检测等指定活动 随着Omicron变异病毒株来世洶洶 月中有货机机组回家后才确诊 成为第一宗Omicron进入社区个案 加上再有个案曾经前往朋友家聚会 当局进一步收紧限制 有专家提倡进一步增加隔离日数 更好导致个案流入社区 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宣布 因应政府部门防疫工作需要 买了明天至1月9日 香港前往珠海车飞的乘客 需要顺言一日搭车 注意广州记者张永恩报道 香港和内地仍然未能够免检疫通关 不少人希望回内地过农历新年 都提早过关隔离 深圳湾口岸近日大排长龙 另一个仍然开放的港珠澳大桥口岸 由香港到珠海的穿梭巴士 也有新安排 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宣布 因应政府部门防疫工作需要 已经购买12月30日至1月9日 香港前往珠海车票的乘客 需要顺言一日搭车 班次时间不变 本台记者尝试登入网站 购买香港往珠海的车票 但未能成功卖票 Polly因为要到广州工作 上星期五已经购买穿梭巴士车票 在昨天抵达珠海开市隔离 她说抢票过程非常不容易 她慶幸自己已经提早返回内地 因为果顺然一天搭车 要重新做核酸检测 会打乱行程 网上也有人提出想换车票 或者高价收车票 根据入境处数字 过去一星期在港珠澳大桥出境的人 维持在200人左右 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张猿恩报道 政府下星期一起 暂停接受来港外容预约竹高湾检疫中心 政府说因应Omicron变异病毒株 在全球快速扩散 有必要预留竹高湾检疫中心 全数房间作检疫用途 而导致变异病毒株流入社区 正是逐个湾检疫中心强制检疫的外容 如果到下星期三还未完成检疫 今星期六起要分批迁往大鱼山 麗豪航天城酒店继续检疫 有关外容 雇主和职业介绍所 无需承担额外开支 或者作额外安排 这间酒店还未开业 将会新增成为第三间外容指定检疫设施 提供1138间房间 政府也正在和另一间酒店商讨 致力在短期内开放 作为第四所检疫设施 首批在8月1日领取第一期消费券的市民 连同第二期金额 除了八特通用户之外 其他三个电子支付工具的用户 都要在这两天用完 过期的话就会自动失效 电子消费券开始派发到现在 大概五个月 用完了吗 用支付宝香港 Tap & Go拍照 和WeChat PayHK 拿消费券的用户要留意 再不用很快就用不了 有市民说已经收到提示 消费券使用就来到期 我要买一张电动护理床 给我 我一次用完它 不用逐一分开用 有特意趁这个旗下用完 有 就是特意趁这个旗下用完它 如果我不用 我就会失去消费券的权益 我就很亏了 他现在通知了我 可能有二百多元 我趁到期之前用完它 消费券计划 一共有大概630万个市民成功登记 其中550万人 在8月1日获发第一期金额 政府说有大概三成的市民 用支付宝香港 Tap & Go拍照 和WeChat PayHK登记 即是推算有大概165万人 两期的消费券余额 都会在今个月31日之后 自动失效 其余大概24万人 在9月获得的消费券 就会在下个月底到期 至于8月透过八达通 拿消费券的市民 而又在上个月30日之前 用完头两期一共4000元 今个月16日开始 可以拿最后一期1000元消费券 不设使用期限 亦都可以套现 假如未用完头两期金额的话 就会按用完的月份 在之后一个月的16日 获得最后一期消费券 头两期共4000元的使用期限 是第一期发放的7个月之内 无线电视机者杨佩斯报道 警方国安处抓了7个人 包括立场新闻6个现任和前任高层 涉嫌专谋发布先动性刊物 消息说包括前董事吴靠仪和何韵思 处理总编辑林兆彤 前总编辑中佩权等 并通缉创办人蔡东豪 警方又冻计立场新闻6100万元资产 立场新闻宣布停运即时遣散员工 先探警方的行动 国安处人员早上大约6点 辞法庭首令去到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 陈朗昕的大围语所守证 放声 放声 守屋 守屋 个几钟后 他被带到家人的大部语所 警方检取电脑 传接和记者证等 另一批人员就辞法庭首令 去到立场新闻官堂的办公室搜查 被捕的处理总编辑林兆彤 被带来调查 去到中午 警方检走十几箱证物 包括多部电脑 并且在共动员超过200人 拘捕7人 介乎34至73岁 除了林兆彤 消息指也都包括前总编辑中佩权 四个前董事何韵思 吴可怡 方敏生和周达志 涉嫌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罪 警方认为 他们在公司编採运作有重要角色 众佩权的太太 正是怀押的《苹果日报》前 副社长陈佩敏也都被捕 消息指 她曾经在《立场新闻》 赞写煽动性文章 国安处说《立场新闻》 在去年7月到今年11月 不断刊登煽动文章 包括报道和博客文章 于是采取行动 不过《立场新闻》下午4点多 宣布即时停止运作 网站和社交媒体立即停止更新 并且将会在日内移除 亦都即时遣散所有员工 警方就说 没有向法庭申请禁止运作 《立场新闻》一向都是 做专业的新闻报道 这个是无用置疑 全世界的人都有目共睹 无论是其他什么罪名 其他东西都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 时间我觉得不需要担心我 我还没有被捕 我连协助调查也没有说到 就是说我们搜屋 本身是记协主席的陈朗昕 相信事件和记协无关 《武士远事记者》 刘晋玉不得 澳门发现第二宗Omicron 个案 染病的62岁澳门男人 在2月、3月和11月打了莫德纳疫苗 上星期五在美国的核酸检测 结果是阴性 第二天由美国出发 经新加坡 前日抵达澳门 接受被烟饰子检测 结果是阳性 当局列为无症状感染者 病毒基因測罪显示 感染Omicron变异病毒株 患者到现在没有任何症状 列为输入个案 同罗区职员涉嫌约疑案 警方在发现多两个受害人 总数增至20人 再多三个职员被捕 累计6个人 三个职员介乎25至28岁 涉嫌约带或者忽略看管儿童 据了解新增两个受害人 包括一个2岁的小朋友 涉事三个职员 涉嫌用手打小朋友的头和扯头发等 保护儿童会昨日说 翻查更多录影片段后 发现多4个幼儿工作员 涉嫌有看法的不当行为 已经全部被停职 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人数增加 也有不少是政治新鲜人 秘书处为后任议员举办简介会 并预备下星期的宣誓仪式 他们是新一届立法会后任议员 早上9点陆续到会议室出席简介会 新人多每个人都挂上名牌 立法会职员也忙着认人 唯一非建制派社福界后任议员 迪志远就相信 新一届开会的时候不会再有混乱 质疑收紧的议事规则是否有必要 那是否要修改议事规则呢 下午他们到会议厅就宣誓进行彩排 不过有人就不太满意 有现任议员专程做创误示范 本人林建峰紧以致诚 这个宣誓我没有举高右手的 我只是看看你察觉不察觉得到 你又没有指示又没有提点我 当我完成了宣誓之后 这个情况会是怎样处理呢 你这个宣誓有没有效呢 就是行政长官决定 不是秘书长决定的 到时你没有举起一手 有人推荐投诉 你又会自动丧失议席 他又提醒仪式是由奏唱国歌开始 宣誓当日大家要提早入场 第七届立法会宣誓仪式 在明年1月3日举行 今次不再由立法会秘书长监制 改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亲自到场监制 无线电视机者郭泳因报道 由奥使用转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亲自到场合法会宣誓